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灯口相声嘚啵嘚 这夏天还没来啊,天气预报就吵着说高温来袭,眼看着金经济就组团冲击35度, 这天每两平冰镇的北冰羊确实是活不下去。 就地球现在这个情况,极端气候越来越多,也说不好到底是老天爷闹的还是更高等的文明。 不过老百姓还是挺善于说服自己,就比如说5月13号,湖北多地出现了日韵, 好多爬山的还以为是菩萨显灵,但是老一辈都说这叫太阳打伞,大水打海, 意思是离下大雨不远了,河里可能要发大水。 历史告诉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人能做的有限,好在中国治国全靠嘴。 这不,这两天,在外交部华春莹施新疯的,说中国的投资都用于人民之后, 汪文斌也出来说胡话。 这不之前,米国通过了一个法案,说中国不是发展供国家,已经全面发达了嘛。 对此老汪愤怒的表示,这种想给中国送发达国家帽子的做法是狼子野心,中国戴不了,也不想戴。 我们将紧紧的和发展中国家的兄弟们团结在一起。 呀,此话一出,老百姓都十分震惊。 毕竟老毛当时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是方法,过河是目的。 谁想到现在把实话说出来了,你们是只想耍流氓,压根不让人在这苦海里回头啊。 之前咱说了,中国不愿意成发达国家,主要是贪图各种补贴和好处, 以及可以全世界低价或免费用人家的技术,这里头全是算计。 而现在,你说天天盛世中华的喊着,又死活不承认自己发达, 就跟很多在海外的二代似的,开着豪车领人家福利,不太要面皮。 而这事儿现在一弄也挺尴尬,你说境外势力信了中国的宣传,给你往能人上划分, 结果中国死活不要,承认自己不行。 但是一旦境外势力问,那你们人均月工资是不是三千啊? 很多老百姓是不是吃不上饭,没有脱贫,呵,这一下又踩在尾巴上了。 立马蹦起来说,我们好着呢,你们不用担心。 你说这变脸的艺术能不让人感叹吗? 而从老习那句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语气来看,这是打定主意,要耍赖到底。 一边呢,是航母下饺子举办冬奥千里撤侨的打击写, 一边是喊着中国百姓还没都过上好日子,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呢, 这一下就看出来哪回扣都让谁吃了,而这种一会儿强一会儿不行的舆论宣传, 已经超出了小粉红理解的范围,所以网上莫名其妙的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 这一下还挺不习惯的。 而至于中国到底是发达还是发展,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有感称,但是不能写, 毕竟很多事儿,你一落在纸上,立马就伤害了民族感情。 就像莫言老师记录文革上山下乡,写尽了多少荒唐事儿,年轻人批斗他说抹黑辱华, 但是你仔细想想,就这三年里给羊、鱼、大鹅做检测的桥段,放到二十年后, 就算你有照片,你看看有没有人信你。 而平行而论,中国确实不发达,就拿最近总体的就业来说, 政府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老百姓都算到灵活就业的分类里,死活不敢面对真实的数据。 过去呢,只要是算多少人找不到工作就行,结果太难看。 所以最新的统计标准,是看看市面上有多少个工作岗位招不到人,有多少人没就业, 在电脑里随机分配,两者相减,最后再团一团,就得出了大部分年轻人都有工作的美好愿景。 寒窗苦读,不如进肠拧螺丝,这让中国的教育成了一个笑话。 好身体没留住,动手能力没学来,就会八股取势,最后大喇叭广播, 我们不要孔一级了,糟心不糟心。 而更可气的是,你老百姓如果真的自主创业了,人家官老爷也看不得你好。 这不,一个网红,卖仔青蛙,本质呢是一个大哥穿着卡通服在街上卖气球。 就这小本生意也挨了政府的眼,派了一队城管满大街追捕,最后还发通告说已经落网,退去了蛙皮。 人家用的理由特别好,说这种无证兆经营,当街兜售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对行人也是一种干扰,意思是没找你们申请拜码头,粪子钱没交,所以不行。 这样看来什么各大城市回归烟火器都是假象,在百姓挣钱之前,官老爷们得先敲一笔。 凶神恶煞的黑皮狗满大街追着可怜人, 在央媒的笔下这叫柔性执法,那刚性得成什么样,没人敢写,不忍心听。 世道上多的是可怜人,而更悲惨的是,他们看不见挤压他们的世界,只会向同样的底层玩命。 山西吕良,一男子因为情感纠纷,结果单挑了对方一家四口,随后驾车狂奔伤到了数位行人。 几条人命无数心碎,就像23号宇宙试验里的那群小鼠,互相撕扯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 而山东济南,一个村干部纵容儿子欺凌乡里,结果被欺负的男生父亲援助西藏回来,发现此事后,埋伏的村长家,一家三口全送走了,最后畏罪自信。 一个故事两个人生,有人看到一位教师辛辛苦苦,为祖国建设天砖家法,也逃不过自己的宰辈欺凌的命运。 有人品味出,一位60多的村干部,老婆才30多,儿子16,想必当年一当上村长,就找了个小姑娘,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 人间是人间品,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同,而在这千般选择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风向变得快,之前很多人支持大鹅,最近却突然为乌克兰摇旗呐喊,不为别的, 而是大鹅因为缺钱,突然同意把海参崴拿出来,作为中国跨境运输的中转口岸, 以后黑龙江吉林的货都能在这儿装运。 很多老铁体会到,原来一味妥协没用,还是得痛了,才能把从中国这儿拿走的还回来。 而对共产党理解深的却冷笑道啊,别高兴的太早,你这边去建设海参崴, 回头大鹅门一关,投资全打水票,当年远东铁路中国就玩过这招,人家没指还能还回来呢。 外界的局势纷纷扰扰,而中国经济的崩溃还在继续。 这边是恒大的许家印,被挂牌后逐渐投降,想要完全拆分。 最近恒大汽车以两块钱出售了旗下的地产项目,其实不过是左手倒右手把所有债务给了恒大集团,自己无债意申请。 而昨天咱也说了,万达已经转行卖奶茶,说明房地产确实老了,不疼舅舅不爱。 所以,一个大哥愣能在五线城市贺币,花十万买了八套房,也不知道房产税出台后,他是不是就扔了当一次性。 越来越多的外企打算卷包跑路,伏特汽车最近也传出疯狂裁员上千人,给赔偿打算撤场。 以后在中国就跟阿迪耐克似的挂个名,说好了走向富强,结果越来越像朝鲜,这未来的确可惜。 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白了个白。